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这款产品就是大家的OSMO MOBILE 2 或者OBO 2 这款产品是我首发入的 当时好像是899元 价格比一带便宜了好多 当时买的时候一阵兴奋 但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它硕大的体积 不便于携带 我一度认为 这个产品系列可能已经完蛋了 但是前不久我收到了OSMO MOBILE 3 我觉得这个产品系列 好像有了一些生机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体积只有这么小 我使用了OSMO MOBILE 3 大概一周的时间 我坚定的认为 这款产品的书线 就是为了彻彻底底干掉OSMO MOBILE 2 这种决绝完全不留情面 就好像三代和二代 不是一个妈生的一样 首先OSMO可以折叠了 我相信大家一定自己也知道 二代的体积 对于很多普通的用户来说 尤其是旅途中的用户来说 干涨有多大 主要体现在自拍杆这种设备 它外观不规则 横看成岭侧成风 怎么放都占空间 而三代的设计呢 则相当有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点像我身边小姐姐 对于物品收纳的奇似妙想 其实这种折叠的设计 在大江无人机上就已经出现过了 经过我实际测试 折叠卡口并没有让OSMO拍摄的时候 各种颤抖 当整体展开之后 与二代一体机身几乎没有使用上的差别 同时三代的折叠设计非常巧妙 明明是一个提了拐弯的造型 居然也能够在弯折后 形成一个完美的贴合线 折叠之后最大的优点就是 不拍摄的时候 这个小家伙有了一个固定的状态 不会摇头晃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是收纳时的状态 如果在拍摄的过程中 那手机稳定云台此前所遇到的问题 依然会出现 也就是一直需要占用你的一只手 以及一直需要占用你的一个手机 三代的第二个设计 是有了更合理的重力分配 之前需要左右伸缩去调整平衡机身 现在只需要调整手机的位置就可以了 二代时候 手机接口经常会被云台所挡住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手机电量耗尽 但是在三代上 接口被解放出来了 在二代上 为了适应直播和短视频出现的 手机纵向和横向拍摄 上一代还需要手动旋转云台 但是这一代只需要双击模式按键 就可以自动的在手机横置和纵置之间切换 填到这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拿着OSMO二代好像是个傻子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重力分配以及设计调整 在二代时候可以直接的立在地面上 但是这一代不行了 新款附赠了一个三角支架 可以配合使用 喝起来的时候 可以作为云台的延长手柄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重力平衡点 我觉得这个平衡杆也是有机会立起来的 大家可以搏一搏 软件部分三代也有了几个改变 目标追踪 现在除了屏幕点选之外 还支持动作识别了 对着镜头比剪刀手 软件会自动开启 对画面中比剪刀手这个人追踪 当然了 有很多像我这样比较成熟的男性 并不喜欢剪刀手这种温暖纯真的手势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自定义手势 比如说点赞的比如说摇滚常见的PC 就这两个没有别的了 收起那个大胆的想法 除了手势锁定之外 三代OSMO还支持通过新加入的功能键 来开启锁定 只需要把画面中央位置 准星对准你所要追踪的物体 然后按一下功能键 就可以实践在屏幕上滑动和追踪的效果 这个锁定追踪配合刚才的剪刀手追踪 分别对应的自拍和后置拍摄两个场景 大疆想解决的问题 就是在拍摄的时候 用户不需要通过另一只手去触摸点控屏幕 用过手机稳定云台的同学一定知道 拍摄时候你在屏幕上画框 因为本身稳定器还是在防抖 因此一旦你接触屏幕 就会很容易产生机身剧烈的抖动 让拍摄变得索然无味 这两个功能再加上 三机功能键切换前后拍摄 双机功能键拍摄让整个镜头归中 你会发现大疆其实做的最核心的就是两件事 一个是缩小体积 另一个就是让用户完全可以单手操作 彻底释放你的另一个手 等个三五年 怎么也能牵到一个心仪的小姐姐了吧 主要你是得安心等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刚刚打开电视机的你 Osmo Mobile 3的出现已经让二代没有购买价值了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 Osmo Mobile 3和大疆自己推出了 以及Osmo Action 这两个小家伙对比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我首先说一下三者的画质 经过我的实测 用iPhone拍摄和零毛以Action的对比 无论是动态范围还是若光画质 Mobile 3都是最好的 或者说手机的画质都是最好的 因此如果你拍摄的视频对于画质有追求 追求比较高 比如说你想制作一个Vlog 那么手机拍摄的视频 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零毛画质第二 Action画质是勇夺继君 如果你想拍摄一些极限运动视频 比如说我这种运动健将经常拍一些平躺支撑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双手举着Action 就可以固定在胸口来拍摄画面 比如说卢猫 一个手握住猫 另一个手使劲的揉搓 那么这个时候Action也是更适合你 如果你喜欢旅游 喜欢拍摄视频 但只是热衷于记录生活 并不需要靠这个吃饭 那么零毛更适合你 虽然说画质不如手机 同时还需要另一只手去拿 但架不住零毛轻了 同时防抖 可追踪 可自拍 功能齐全 一句话总结 就是如果你想更好的画质 那么这款是你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常拍摄者 那么这个是一个你更适合出去旅游的选择 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一样的极限爱好者 那么Action是你更好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大家可以关注腾讯数码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再见